弟兄姊妹 不光教会很容易停止成长 我们个人也很容易停止成长 你想想看你最近的日子成长了多少 所以我们不光要不停止成长 而且保罗告诉我们可以凡事长进 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我要等到有哪个培训班 我哪一次有空去读神学院我在成长 凡事都可以长 你在最小的事情上都可以成长 你看君森巴达说 你看今天多少基督徒三句话都讲不出口 I'm sorry, I'm wrong, thank you 抱歉,我错了,谢谢 光这三句话多少基督徒讲不出口 弟兄姊妹,我们要进步 所以我说同伴太重要了 同伴决定了我们成长的速度跟品质 在台湾的男孩子都得去训练一段时间 回到家跌背都跌得好好的,对不对 至少在军营里面都这样子 走路都不一样 但是回到家没多久就堕落了 被子还是不跌 因为全家只有他跌,他也不跌了 原来回到家,熊舅舅亲安王的看到每一个都这样子走路 他不久也变成这样走路 同伴真的决定我们成长的速度跟品质 所以保罗说凡是长进 联与元首基督 一方面讲说是在基督里长 必须是新造的 另外他的介细词是 Grow into Christ 这个长进是有永恒价值的被神数算的 这个长进是长到基督身体里的 因为这一段正在讲身体的建造 所以你的长进绝定不是只为你自己 你的长进为了整个教会 所以我们在香伯木培训中心 一再跟学员讲 你不是只为你自己学的 你是要为教会学的 为神家神国来这里学习 因为我们长进影响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长进影响的所有的 因为我们长进影响的所有的 您在这个平台上 就是我们长进影响的所有的 2分钟 2分钟 5分钟 1分钟 2分钟 1分钟 2分钟 2分钟